接下來我們看到選填1 他說坐標平面上直線L1跟L2的方程式 分別是x加2y等於0跟3x-5y等於0 為了確保平面上某一點P的坐標 從L1一點Q1 升測得向量Q1P是-79 從L2上一點Q2 升得向量Q2P是-6-8 那問P的坐標等於多少 因為我們的L1是x加2y等於0 把他移過去x等於-2y 所以如果y等於t的話x就是-2t 所以上面一點Q就可以寫成-2t跟t 同樣道理這個 L2可以一向得到3x等於5y 3x等於5y所以x比y應該是5比3 所以你可以假設 這個Q2在L2上面的點是5比3的話是5k跟3k 然後我們再把他列式來列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假設成這樣 我P點可以假設成xy 那 Q1P 所以P減掉Q1 這個減掉他 應該就會等於-79 那我們看x的部分就是x減掉-2t 就是x加2t就要等於-7 同樣如果他減掉Q2的話 x減掉5k的話就要等於-6 那看y的話 y如果減掉t 就應該等於9 那 y減掉t等於9 那 y如果減掉3k就要等於-8 那有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可以先把這個x消掉 把這個y消掉 可以得到 t跟k的兩個式子 然後再去連力求得 t跟k 等於一個-8一個-3 那我們再帶回去就可以求出x跟y 所以得到x等於9 y等於1 所以這P點的錯標就是9跟1 9到1